长远角度说 医药极采对医药行业淘汰有好处 对龙头企业有利 请问这个观点正确吗 是的 极采这个东西 一定会对头部企业是相对有利的 但是极采会在多年内 对中国整个上市 医药上市公司的利润 会形成比较大的打压 所以这个时候 各位不要做一个股民了 你要做一个普通的居民 你会愿意自己买来 买的药很贵吗 中国真的很多药 确实是很贵的 有人说 这个钱就没法开发了 你就不要替医药行业操心了 我告诉你 这帮人该挣钱 他会少挣点 不要老什么天天悲情 说什么医药现在集财 那你不参加不得了吗 所以你不要替创业者 不要替那帮投资基金担心 他们是愿意投的 便宜了也得做 中国市场大